各位網友,昨天發生了一件比較罕有的事,就是鄭家純出來說新世界集團的接班人的問題, 這些通常是很敏感的話題,很少公開講的,因為公開講就會引起各式各樣的推測, 我昨天猶疑應不應該講,今天我都是決定講,因為始終他是香港的五大家族之一, 他究竟背後是有什麽意思在裏面呢,他這樣講究竟是怎麽解呢,我希望可以加一些解讀, 好了,先提一提大家,燒貓貓辦館12月1日這期, 有和秋美食的乾貝山藥燉排骨的,這個湯很好喝的, 我很少說台灣的湯很好喝的,就五盒一組,350元, 那就60幾元了,每包都是夠兩個人喝的,很重手, 他就是用台灣的土雞的骨,熬湯出來,配以台灣新鮮的淮山, 和台灣豬不是雪豬的排骨來煮的, 一盒八十五元,你一買五盒便便宜些,350元, 還有這個,我吃過有史以來最好吃的肉鬆, 因為他用台灣黑豬,黑豬要大得很慢的, 這個是,150克一罐,兩罐203元, 我特意改小了包裝, 這個是,讓你可以開完一罐便快點吃完, 保鮮好一點,好, 好了,一件事請求大家的,就是幫忙去subscribe這個香港元宇宙, 我們看見從這裡開始, 它是升到這裡,它慢慢都有升一些, 但是我希望大家要去subscribe元宇宙, 因為下個月1號起, 我們就會減少迷米的片, 因為太多片夾下去就會眼花撩亂, 有些片就掉了正在元宇宙出的, 在迷米只出我那幾條片, 以及就出新聞連線, 最重要的五條片, 其他的片, 譬如陶教授講的東西, 蕭定一講的東西, 還有國語片就會放到元宇宙那裏, 我這裡達到89萬, 大家看看怎樣起發, 每個月就二千多人, 過多四個月就九十萬, 如果要到一百萬, 這個我的心願就是, 要三四年, 我不知道能否支持得到, Anyway, 我都希望, 我們現在有四成人看我的片, 是沒有subscribe到的, 我希望你可以subscribe, 我們更加, 每日在迷米, 是出八九條片, 如果有什麼新的片出, 新的片種試, 我們先會在迷米, 和元宇宙同時推出一段時間, 等大家熟悉, 過了兩三個星期, 就會調去元宇宙, 我另外, 也會開一個新的channel, 就是這個, 開一個新的channel, 專門做國語頻道, 這個就是, 因為國語頻道已經夠多片, 另外請求大家幫忙, 就是加入我們核心會員, 因為我們那個文化的apps, 這個文化傳承的apps, 這個元宇宙apps, 讓大家可以upload一些, 相片, 這些說話, 這個片, 這些apps已經做好了, 真的非常辛苦, 是做了18個月, 現在就快要上網了, 要大家幫忙試, 我們就會招募300個核心會員, 凡是跟我去過旅行的人, 我會發電郵, 邀請他們參加, 就是網聚, 無論在台灣的香港會, 或者英國, 這個LA三藩市, 這個Wancouver的網友, 我都會邀請他們參加, 這個核心會員, 希望大家幫忙做些事情, 可以匿名的, 如果你說我不想暴露, 你就寫一段事情, 告訴我, 我就會讓你試做核心會員, 看看你幫不幫到手, 這個是和錢無關的, 我不用問大家拿錢的, 就是幫忙做一些, 譬如你有什麼, 你是邊門鎖場的, 有些問題我會問一下, 資料搜集, 你如果有興趣, 就幫忙上載香港的圖片, 地圖, 讚寫一些介紹香港的東西, 讓那些人容易看, 海外, 你的地方的local有什麼報料, 聯絡各地的義工, 我們有什麼新計劃, 先讓核心會員投票通過, 幫忙測試網頁和APP的新功能, 我們現在在iOS和安卓都在申請, 那有什麼福利呢, 第一, 來台灣, 可以上來我們寫字樓找我, 如果我有空還可以和你喝咖啡和吃飯, 優先參加海外的網咀, 買我的書有折扣, 提出在香港的人, 可能會給一些特殊折扣, 你做所有的事情, 人超或者蕭貓貓都有些特殊折扣, 推出新計劃前, 就會優先諮詢這些會員, 就是可以幫忙測試網頁, 有個專用討論區和clubhouse跟大家交流, 於是有什麼要問我就容易很多, 希望大家快點寫email來, 那就是, 你只要有個心幫手, 幫一下手, 這個文化傳承, 好像我不緊張就沒有人緊張, 這個世界, 我搞了18個月, 這個不牽涉到錢的問題, 一路的錢都是我出的, 好了, 鄭氏家族第二代接班人, 這個, 周大福和新世界主席鄭家迅, 是接受開TV, 周末播放的特別訪談節目, 是一個特別節目來的, 這個是特別安排的, 講過生意傳承的問題, 第一, 他們有很多間上市公司, 現在估計市值加起來是2000億, 當然龍頭就是新世界, 以及周大福, 這個是, 他們背後的持股呢, 這個是兩間周大福, 周大福企業和周大福控股, 是隱藏了的, 他們每人有多少股份, 是在周大福控股裡面, 福布斯顯示鄭家族家產, 2254億, 這個, 他現在當然是大權獨攬, 這個就是, 2254億, 指不指呢, 在海外就很多錢, 只是他在倫敦那間地產起源, 就是過千億的, 那麼這個周大福企業, 投資海外, 很多生意, 是在周大福控股裡面做的, 就不在上市公司裡面的, 譬如, 澳門娛樂公司, 他是有十幾個巴仙的股份的, 賭場, 在很多地方都有經營賭場, 也都有很多的投資, 我覺得他們家族, 是有三四千億身家, 這個就是, 他是講繼承人, 他覺得不容易物色得到, 現在觀察得緊, 在他的視野裡面, 他不覺得, 這個是講, 是沒有人可以繼承他的位置, 因為, 他說, 他其實是所有的重要決定, 都是他拿的, 現在是, 我們一向, 大家以為, 鄭志剛是他的必然的繼承人, 現在他說, 他沒有排除到鄭志剛, 但是, 他說他未密識得到, 那是不是要, 鄭志剛進步一點才做到呢, 還是另外, 有人可以做呢, 而且未必一定要找接班人, 即是可以開放了, 他這番說話都要小心, 他們生意的規範比較廣闊, 要很多人才去管理, 所以, 鄭志剛是更多的attention, 在香港的地產業務那裏, 即是他可能, 鄭志剛現在是新世界的副主席, 他又不懂得周大福的珠寶, 這個珠寶的生意, 周大福企業的生意, 又不懂得賭場的生意, 可能是, 新創建就交了給第二個管理, 即是他覺得未必有一個人, 包括鄭志剛在內, 可以統籌公司, 這麼多不同的業務, 都是熟悉的, 其實是說, 如果一個範疇, 可以找個別的家族成員, 但是要管那麼多飯, 就很困難, 他說他現在所有的決定都是他做的, 如果沒有, 他中了風之後已經很少出來, 我後面會講這個問題, 如果沒有適合家族成員, 可以向外招聘, 包括請外人回來做, 其實在外國很多公司, 都是會用專業的經理人員來做的, 尤其是這些綜合企業, 是很難管理的, 真的很難管理, 不是人人都有能力管理的, 起碼不會因為挑選了執行人或接班人, 即是他未必會選這個接班人, 如果選, 第一, 他可能在外面請, 第二, 就是可能由股東會自己去選, 但是股東會, 他們鄭氏家族, 周大福控股那邊, 是有多數股份, 即是由家族內部的人推舉, 如果這樣其實是, 如果他得行不好, 影響到下一代, 如果這個人做得不好, 那就影響到整盤生意, 或者他的得行不好, 他猛強調得行,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, 接班人有四大重點, 第一, 要喜歡做生意, 這個就是, 這個真的是一個問題, 不是人人都喜歡做生意的, 他對於家企的生意是有熱情的, 他想管理, 你都知道這些很有錢的家族, 第二代, 覺得做生意很煩, 就是跑去做專業人士, 跑去做律師, 做醫生,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, 那你要對生意有興趣, 對家族生意有興趣, 有才能, 有管事, 真的管得到萬七樣東西, 土實說, 這些不純粹的生意, 這麼複雜的生意, 真是很難管的, 真是很難管的, 這個是, 他的生意犯數, 是比辛鴻基多的, 是比不上長和, 長和更加嚴重, 這個就是, 所以呢, 李澤巨都算是中規中矩, 但是他的格局太小, 他就沒有李嘉誠那種魄力, 這個人還有良好的品德, 他一再講這個良好的品德, 我覺得他所指的良好的品德, 是會公平地照顧家族入面每一個人, 不會只是照顧自己的子女, 鄭家純為什麼會忽然講接班人這個敏感的問題呢, 尤其是他有一個副手是鄭浙江, 大家會聽一下, 我接下來在patreon, 就會講清楚新世界面對的問題, 他現在鄭氏家族, 有多少人在新世界做事, 佔他什麼職位, 然後加以, 我希望可以客觀公正地去考慮鄭家純, 其實是在講什麼, 他的implication是什麼, 請大家加入patreon來聽, 這個是非常juicy, 非常好聽的東西, 大家加入patreon, 對我們的團隊, 尤其是在做元宇宙那些, 都是一種支持, 好嗎? 我們會來玩吧, 我們會أ�在這一個, 我們會請你, 性格來一點, 但是我們會搬打《王 Berst 》、 可以推翻了, 對質疑如此, 我們會搬打褲, 很乾的, 這是我們在說, 但我們會在像年的面子, everybody會搬打�如果我們會搬打幫你, 我們會搬打擾, 像不一樣的任務, 很或者是我們會搬打手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